西城 雪市 沈西城 林康正 Baby 屯理論盡 天下大事 香港日事 昔日往事 剛剛沈大哥說了 剛剛金融館開幕 沈大哥也有去文化博物館看了一圈 也有一點點建議 因為我自己住在文化博物館附近 簡直是在旁邊 簡直是在旁邊 然後我就走過去 有時候因為以前學生 從星期三就免費入場 我們有時候也會進去看看 之前我去的時候就是李小龍管理 如果現在沒有了 應該就是李小龍變成金融 你說出來 Baby 妹妹 你是不是想東西啊 沈大哥笑 原來李小龍沒有了 就擠過金融下去 我不是全部拗走 怎麼會政府做這樣 根本不夠位嘛 大哥 你知不知道我們香港 開埠這個年 這麼多年 即是有一百年 所以老實說 最出色 就是我們香港的土生土長來的 就是李小龍和金融 我們做一個管 怎麼可以不是永遠的管 這個地方已經這麼小 原來還要輪流 我覺得這個 香港政府就大有問題了 尤其這個特區政府 真的大有問題了 就是你說呢 我想寄養 下一任的特首 真的想一想 大哥 李小龍 金融 輪流 你不是搞錯 你說 魯迅先生 在內地 會不會我做了一年 就換了去萬鈍 各有各的嘛 怎麼有了 金融就沒有了李小龍 有李小龍就沒有金融 李小龍根本要併立 對嗎 一個文一個沒有 你不是的 是嗎 你現在沒有來香港做的 香港的博物館 展覽館 好像 我說跟日本比 其實跟台灣比 也有些距離 沒有得比 不是 你不尊重文化 你知不知道 你不尊重文化 喂 你對當李小龍 對當金融 你不是吧 你還說 做李小龍館 金融館 想了很久 說了很久 其實已經是遲了 好像金融先生這個館 應該是十幾年前 八十歲大寿之前 應該做出來 嗯 到現在 我們查先生 身體是一般 又沒有出來 你說多麼 沒有事 四十一旁轉到七次八次 對 所以說 他成了很久 到現在 他豐足殘免的時候 你才做的館 而這個館只有兩千呎 又不是獨立的 還可以說 你把李小龍趕走 換了金融 李小龍擺了一段時間 不是一段時間 永遠擺下去 你問一下李小龍迷 沈大哥說得對 你問一下金融迷 沈大哥有沒有在線 罵得他這個 香港特區政府 真的打架 是不是 搞什麼 六八九來 就是 如果說特首先生 真的有沒有搞錯 這些東西 我們大家都喜歡的李小龍 當然有人會不喜歡的李 不喜歡他的人很少數 喜歡他們的人很多 對不對 我們不講政治 一個在文學上 一個在武術上 都是貢獻良多 令到我們中國人抬頭 我那天聽到 金融先生 堅橋大學 頒一個榮譽博士局 他拿了之後 他不是很高興 他說我要靠我自己本事來讀 拿一個博士 結果那個外國人 就做他的博士導師 結果真的憑他自己 八十幾歲去讀書 八十幾歲 拿了李國真正的博士 這個就是查先生 那種讀書的精神 因為說他傻 讀什麼 他喜歡讀書 他一輩子都喜歡讀書 每天都要看書 當他老的時候 他都拿書來看 他不看書 他不舒服 這種精神 不是每個人做得到的 我記得 我很小時候 他不是跟我說 是我朋友 黃俊東跟我說 不知是誰 他說 我這個人 寫作 還可以的 有些少許才過 弊了我不專心 知不知道 弊了我不專心 這個李淳恩 你認識 他說 他說 我說話 好像有些圓章 他說 你不是有圓章 你說話 你不專心 就是 我們的小孩子 每個人做事 小小事情 以為自己可以 就不專心 不肯學 你知道嗎 他說 你們不專心 這是真的 做事一定要專心 查先生做事是很專心 寫作是很專心 我記得 查打跟我說 是 很多年 80年代 明報月刊的編輯 總編輯 胡谷人不做 就去中部做 臨走 帶了很多明報月刊的稿 拿去 他說 糟了 查先生通宵在家裡寫稿 自己一個人頂 這個就是查太太佩服他的地方 他說 不會 我們要靠自己 那天 查太去年 就請我吃飯 但是告訴我 我聽了很感動 我就明白 語律任何事情 要操控自己的手 你有本事 才可以 你不可以依賴別人 好像不夠稿 去哪裡拍 查先生自己寫了通宵 這個精神 很多人不知道 這個不是我的作家 查太太聽好了 是阿美 告訴我 當時我跟他聽了很感動 我們慈問 就沒有他的韌力 知道嗎 所以做事一定要專心 所以他就成功了 明白嗎 所以你看到現在 查先生有這樣的成就 很多人很羨慕 他聰明 天才還人 天才還人 他更勤力 你有天才 你不勤力 一樣就死了 要靠後天 好像 我們魏康大哥 他有天分 他沒有他這麼專心 你知不知道 大哥聽到 不要生氣 他自己都知道 死了他不用改 他不跟他 其實魏康的成就可以高很多 可以比現在很多 但是他志不在此 他是遊戲人間 你說他對又行 不對又行 是不是 他有天分 他沒有天分 怎麼做衛斯理 但是他就 有些改得不好聽 好像我們 隨便 先去了 不管 你說你那裏沒有北極熊 都說北極熊 免得了 他認真 魏康不得了 你知不知道 他就是不認真 不專心 金融 就是有天才 更專心 那你哪個會鬥呢 有些人是很專心 他沒有這麼的天分 有些人有天分 就像魏康那樣 他是寫 他沒有這麼專心 他要去喝酒 去玩 大哥聽到也不會生氣 這是事實 如果他專心 他這個 科幻小說 可以高幾皮 高幾個當勢 是我說的 知道嗎 他不是不用 他先坐我 我喝酒 他是這樣的性格 是 金融他不會出去喝酒的 他是很有用心做事的 你叫魏康跟我 走去報官坐在那裡 天天 我們不行 還有一個叫陶傑 他說我不行 你叫我天天坐在那裡 那就糟了 所以我們怎麼做 他的成績 成績 追不到查先生 他在明報這麼多人出來 個個都有些名字 但個個都沒有辦法 近 沒有說超越 查先生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他的毅力 沒有他的專心 你知道嗎 嗯 但是呢 他在明報手下的人出來 個個都差不多獨當一面 誰不懂 但是呢 比起他 宗師在那裡 這些全部都說 三百弟子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你就是因為沒有他這麼專心 沒有他這麼好學 知道嗎 我們看書 他不是批著這裏 看這裏 貼著的 我們看書 偶像看書 扔了一本書 知道嗎 我們是這樣的人 就是小小的聰明 是 他比我們聰明 比我們更近 比我們更近 我們怎麼會追到他 這些真的要寫個福字 是吧 怎麼追他呢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個不是拆牙 是吧 譬如 陶傑聽到 魏大哥聽到 都是對的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也是聰明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他這麼勤力 沒有他這麼專心 沒有他這麼狠學 你明白嗎 魏翁仲個人 這個字不懂不懂 那時候沒有電腦 打他電話 查先生 這個字怎麼搞 免得自己查 字典也不查 他 金融先生就是我們的活字典 有些人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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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魏翁並列 魏翁並列 魏翁不是那種性格 魏翁有他 一半都不得了 他免得 他打電話問 查什麼 免得查 他家裡還有 魏翁家裡沒有很多書 只有工具書 他看完就扔了 查書在這裡 你說什麼 拿出來查 怎麼做呢 他說我們沒得跟他 我們學不到他 因為我們的性格 不是這樣 你說這個世界 聰明 天分 還好學 還專心 你怎麼會去砌 是啊 沒錯 大文豪 當然 我想 老順也沒有他這麼近 很鬼好記性 那時候 什麼都記得 你問他什麼都記得 很鬼好記性 那些記性比前中書好 什麼都記得 他什麼都記得 他讀完就記住 我們讀完 那些人讀書一定很厲害 不太記得 不太記得 那八十多歲 他都可以讀博士版 博士版 不是啊 中文和英文 還要 不是英文和中文 他叫Louis Cha 那些鬼都不知道他的茶良用 Louis Cha 中文和英文 那些論文 英文寫的 大哥 他自己寫的 嗯嗯 我們怎麼可以 我是認識英文的 Karen明 魏康就更差 他不同的英文 英文的論文 是這樣的 他真的不是讀過 好像香港大學的英文 全部回到自己肯學 真的很好 沒有得受 真的 你們不知道 所以你們說 茶叉食 他很多原因 你知道嗎 那些苦學 我們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就說 我們學他兩三成就可以了 閉嘴 現在我們的英俊 兩三成都不懂 你明白嗎 是吧 中文沒有用 第二 中文 比英文更重要 對 那些人全部都不學中文 我告訴你 你千萬不要想 以前是英文的第一 現在我告訴你 中文和英文並列 你回去內地看看 黑人 白人 全部都在讀國語 你國語講得比我們好 你知道嗎 不讀中文 中文將來不得了 不要小看自己的國家 將來中文一代 所以你來做生意 要懂英文、懂中文 懂國語 不是你怎麼搞 還有你懂廣東話 廣東話聯合國 現在是 language 不是dialogue 你知道嗎 是法定的話 廣東話 原來是廣東話 人家和你翻 不是上海話 上海話還未入樓 所以你不知道 我們中國 很厲害的文化 你知道嗎 你說全世界 誰有個金融社 沒有小廢寢忘餐 現在有些人說 小說寫出來 昨天有個朋友 他說 內地有個年輕的作家 出名不開名 兩個字 小說寫下去 是 我看了三年 給了寶寶 是 看不下去 金融一揭 天龍八寶 那麼多 為什麼這麼短 為什麼還沒有圓 為什麼它圓 你不想圓 那麼大 那麼多 射雕英雄傳 你看不睡覺 我們在彼頭 找著 明天回學 窮貓玩 會堅持要看 先生充公我們書 第二天 過一陣子 生日寫得好 體重牛毛 先生充公我們 先生學生都看 鄧小平 小平哥哥同志都看 知道嗎 如果毛澤東不寫 毛澤東都看 寫到錦糊 他知道筆有魔力 他懂事是廣 琴其詩話 他全部懂的 所以你寫的 小說不是亂寫的 所以這個人的天分 他沒有去過蒙古 寫過大幕 真的一樣 你要知道 那時候沒有電腦 沒有那麼多 什麼 那個 discovery 喂大哥 你只是看地 你來聽人說 聽人告訴他 他可以寫到真的感 那麼想像力也好 寫作家怎麼可以沒有想像力呢 我們不是沒有想像力 現在我自己批評自己 你會怎麼樣 免得想 懶 懶 不是沒有想像力 他是勤力 我懶 想什麼 可以 隨便 那就糟了 知道嗎 索加一定有想像力 你說 沒有想像力 你怎麼做索加 你殺人家 你殺了人家 寫下去嗎 所以 其實金庸不是這些 他最是寫人性 有沒有看過 善露江湖 北群 軍事劍 是 這些人 現在 你經常見到 通通她也是 軍事劍 是 林鄭 你回大陸 是不是去和你談 做特首 不是啊 我回去介紹 這個普攻 現在 你是不是為你鋪牌 做特首 不是啊 現在是不是 是不是 軍事劍 喂 你身為 每個人都想做偉小寶 做真正的偉小寶 做不到 是不是做假的偉小寶 拆鞋 馬屁功夫不夠 不想不下 有很多人想拆 拆主席的鞋 拆到半桶水 你拆了還害死了主席 主席不是想這樣的 主席什麼理想呢 主席不知多少 很精明 你們要揣測他的上意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這麼想 你爭絲勇勇勇去拍馬屁 他都不明白 你拍馬屁 你看看你本身的地位 你明明是那個calli 你拍他有什麼用 葵小寶不同 又是西童 放棄打架 他走去有用 你有什麼用 你在香港 一個傳媒組織 我擁護你 不用說 睡著覺也聽到 別人擁護他 不用你說 你都沒有calli 沒有跟兩 你講話 不如學心 但是那個不說 是不是 有時候的事情 你看 葵小寶 他就教你 金剛哥哥教你怎麼擦鞋 擦鞋 你要講等級 你不問問你自己什麼 calli 你有什麼地位 對等去擦鞋 是不是 你去跟那個大樓哥擦鞋 他騷你也有味 你明明 你站在那邊幫你開車門 說一下 你摸一下那個屁股 你有什麼新鮮蘿蔔皮 你去擦那些鞋 你有這樣的學歷 你擦是有用的 而且還會擦 當然是誰 偉小寶 他要教訓這個 放棄不對 單對單的時候 人家在那裡萬歲 你是對的 給點面子 大哥 有一個人在那裡 說皇帝你不對 那就死活 你要懂 而且你要看到對方 對你的感情去到哪裡 還有你本身的地位 你沒有這些根兩 無謂去擦 我看到很多人擦 擦主席 擦王歧莎 擦張特剛 是嗎 沒有用的 他不會高興的 你擦他 他不會高興的 這個人很重要擦 他高興的 你還未夠叫你擦 他才不會擦 這個是真 金融很不明 你看魏小寶 這個 這個 郭北群 這兩個人物寫 反而 寧胡聰 是好 但是寧胡聰 很多人寫到 曾俊華 不是 曾俊華做不到寧胡聰 寧胡聰 這個性格 不難寫 最難寫就是君子劍 和魏小寶 這些性格就是難寫 唯一是很瀟灑 正邪不分 我的進洪也是這樣 很多人做到 不是難寫得好 但是不夠這兩個人物寫得好 他一生 最好就是這兩個人物的了 魏小寶 我北群 沒得彈 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想留意更多西城說事的精彩片段 一定要訂閱我們的文化頻道西城說事 逢星期五晚九點鐘在MIHK文化頻道播出 我們下節再繼續講 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現在上來這個網址 就可以訂閱我們百大頻道 付費之後 還可以充滿所有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